燃气油垃圾 然后看一下管道连接 管道连接 把管道连接好之后 然后我们这两个是连接出油罐 连接出油罐 然后现在看我们的这个开始操作 操作的时候我们把电源线 电源线连接在我们这个线的位置 三根线 然后按照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上面 射好温度 输送 现在开始输送 我们的网袋已经开始动了 输送 然后 油泵 然后看一下油泵 这个循环油泵开始工作 然后再加热 然后我们加热开关 尼亚加热开关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燃烧器 看我们的燃烧器 刚开始的时候燃烧器的冬是红色的 大概过有三四秒 这个冬变成绿色的时候 那么这个燃烧器就开始点火 我们现在是红冬 现在是红冬 看一下我们的管道连接 好 现在变成绿冬 现在变成绿冬 我们燃烧器已经着火了 我们燃烧器已经着火了 看一下燃烧器 这边是火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去燃烧正常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 提松 我们再来看一下 提松 提松工冬 然后整个的支架会松起来 会松起来 好 然后按那个下降 然后按下降 这个下降必须要用手艺 扒在上面 然后下降 开始慢慢的回味 开始慢慢的回味 好 然后 看一下我们的连接 下载的燃烧器啊 是一直在燃烧的状态 然后去一直在燃烧的状态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 调节房 这就是调节那个火力大小 将这个螺丝 我们有两边有两个紧固螺丝 然后破开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旋转这个按钮 来调整这个火焰的大小 好 现在这就是咱们的油垃圾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抽油罐 啊 抽油罐的连接